大家好,我是隊長VL 去完西貢的大枕蓋和大嶼山的石屍山尋找吊鐘花之後 我們今天就來到香港島的紫羅蘭山看吊鐘花 一個我形容為最容易去到的吊鐘花群位置 但一個山頭這麼大,如果不告訴你哪個位置其實都挺難找 去年我就在紫羅蘭山繞了個圈才看到吊鐘花 有了去年的經驗,我們今年沿著山徑走入500米左右 大概十多分鐘就去到吊鐘花群的位置 一個可能是最容易去到的吊鐘花群位置 看完吊鐘花之後,我們就沿著一座高430米海拔的無名山峰落山 一條可以非常之容易,亦都可以加些少難度的吊鐘花路線 這天色雖然一般,但一起上去打個圈了解一下路況先 過了個多星期之後找日好天,自己上來走一趟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隊長VL 現在身處在這個黃泥沖峽道的黃泥沖水塘 即是現在變了一個爬艇仔的地方 今天準備上去紫羅蘭山看吊鐘花 上天來過一次,今天再來過 上次來探路的時間 走一段才找到吊鐘花 比較多的位置 這次應該很快就可以跟大家去看到吊鐘花了 原本前兩天天氣都很好的,但今天又天暗暗了 但沒辦法,天氣就沒得估計的 我們會沿著這個堤壩的後面出發 我們會走這個大潭郊遊徑上 上到紫羅蘭山的山頂這一段時間已經有吊鐘花了 之後究竟沿著大潭郊遊徑的衛逆順方向 下來附近 還是去淺水灣方向 甚至大潭水塘的方向 到時上到山頂決定 我們一出發 忘記告訴大家怎樣來這個黃泥沖水塘的位置 我們在金鐘站的C1出口轉右搭6號巴士 之後在這個黃泥沖水塘公園站下車 下車的時候記得拍多一次卡,因為有半程折扣優惠 之後沿著石花油站旁邊的樓梯級上斜路 上到斜路之後會見到大潭水塘道 橫過這條大潭水塘道之後 沿著上斜的方向走 不久就會見到這個黃泥沖水塘公園 走到堤壩的盡頭,下來堤壁級 接上去郊遊徑 好,堤壩落到樓梯級 現在我轉左,其實右手邊 剛才可以直接到這個位置進來 不過我就選擇了在這個水壩做起步 好了,走10.20步會見到分岔路 直去是紫羅蘭山徑 我們上次沿著這邊上的 走了一大段路幾公里 然後衝上紫羅蘭山 才見到這個吊鐘花 這次我們當然是反過來走這邊 這邊就是大潭郊遊徑 上紫羅蘭山的方向 這邊很快會見到吊鐘花 很快會見到吊鐘花的定義是 這花要開了才有得看的 我就未來過,不知道開了沒有 今年我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也不確定 那些花究竟開了沒有 可能還未開都不定 因為今年偏熱些少 花就未見到 被人斬過的竹 就見到有一段仔路 上來不久見到涼亭 涼亭之後沿石榴梯級 繼續直去 好了,為什麼停下來呢? 十年二十級榴梯級 之後已經見到吊鐘花 不過這個看到嗎? 完全是含包 含包未放 放不放都成問題 走前一點也是 也是 這棵有什麼特別呢? 這棵是一棵很大棵的吊鐘花 不過又是未開 想不到今年真的比較遲 看到嗎? 得不離緊的了 很多些花籃 準備在關上 先看看位置 這個大潭加日徑 上來我想都不夠一百米就有了 唉? 這棵東西上次不覺有的 看到一棵 營養不良的樹 它是由這樣 沽上來又再沽上去 很過癮 它的高度大概是這麼高 都是一個打卡位 先打卡 先打卡 好了來到4101 我們大概上到4102-03之間 就是今天的最高位置 紫羅蘭山 其中一個山峰 436米高 好了 4101過了不久 然後看到一棵 含包待放的吊鐘 這棵 都幾大棵 走前一點 又有了 OK? 都還沒有開 告訴大家 4101 打後至02 這棵是很多吊鐘花 不過還沒有開 到左邊 這一棵都是 遲養一點 可能高一點 這棵 還有後面的兩三棵 都是 先拍照給大家看看 OK 大家又不想那麼失望 雖然花還沒開 總共有開一天 按往年這個 吊鐘分區指數來算 這個香港島的紫羅蘭山 都是多吊鐘花的 不會輸涉到那邊 不過呢 你要等 可能大枕蓋那邊 那邊 那些人說很貌性 那這邊就剛剛 差不多開始開花了 當我畫完 眼前那一刻 看不到的時間 看遠一點 不知道 鏡頭能否看到 天空暗暗 在樹叢裡面 好幾棵粉紅色 看到嗎? 幾大棵 即是一會上高一點 應該都會有的 不用灰心住 不用去到遠了 近一點已經有了 走多十多二十步 在左邊的樹叢裡面 不過這個已經被人走這條路出去了 看看 都還可以的 一條路 進去拍攝鏡頭給你看 就是這樣了 好多蓮花票 都在拍攝鏡頭的時間 我同行的豬隊友已經說 我豬豬地 他說前面很多 要不要捐進來 好 向前走 雖然說釣中花應該向下山 但是偶爾也會看到一些 是向上山長的 好像這棵一樣 就是向上山 沒那麼漂亮 剛剛遇到的色花之人 他說剛才向上山 說這棵很漂亮 他說向上山的不是向上山 是要先爆上 才再釣下來 我們這些不是龍武系 就真的不懂 好再教教 好像這個一樣 先站穩 這棵向上山了之後 剛才慢慢再釣下來 就是這棵向上山那個位 然後就釣下來很漂亮 其實這棵很大棵 這裡 裡面有一棵煎粉紅 不過天氣合不合 會不會中得正 總算沒有吃白果 在01至02之間 開始見到一些很漂亮的釣中花 雖然這棵山很茂盛 但有一棵已經是很漂亮 那麼 世事很難進入人意的了 如果再加上 藍天白雲 再加上周圍都開了 這條 簡直是這個釣中巴巷 但是 不會有那麼完美的 好啦 一直沿越樓梯級上 一直都會見到釣中花 我記得上天都會這樣描述的了 這裡看釣中花 一定是相宜過石斯山 和這個大枕蓋 比較容易 好啦 一直前走的時間 總會見到一些路 被人開了 困入釣中花的位置 這條路的 這裡直望這棵其實也很大棵 不過尾山 可能是專門課題這棵 走出一點點 其實再遠一點也有 但是 我比較穩陣一點 還是那一句 要不要走到這麼出題呢 路邊那些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肩粉紅 這個 可惜 真的 美中不足 差點太陽 又就正了 好漂亮 這棵 山的很謬盛 而且粉紅色是肩粉紅 看到這棵 為何要停下來拍攝呢? 這棵就像剛才那位 色花之人所說的 先開上去 再倒下來 好像這棵 就是這樣 開上去之後 再倒下來 原來我不懂 差點形容錯了 好 先描述一下 這個位置寫了02 好了 沿途沒有什麼再描述 不是沒有釣中花 是因為 免得重複 這裡有一棵 現在距離山頂位置 大概還有 100米左右 不夠 剛剛來這位 頭殼頂有一棵 看到嗎? 好 其實沿途過了01附近的位置 到山頂這段都有 前的山頂就是紫羅蘭山 標高處 有棵標高處的 正確來說 這個位置應該是紫羅蘭山的頂 我也是聽前輩這樣說 在外面 就是衛奕順敬那裡 應該是腐風來的 因為是矮一點 好了 436 436 紫羅蘭山 今天 灰灰蒙蒙 好 身處在這個436 紫羅蘭山的標高處 旁邊 後面這座 就應該是 衛奕順經經過的紫羅蘭山山頂 那裡比較矮一點 看到嗎? 這裡當是正風 那個是庫的 那裡看到一條山徑 就是衛奕順經 看回到這個位置 這座 樹遮住了的 就是 這個 突然說不出來 楊明山莊 OK 再掃過來 外面這個 維港蒙茶茶的景色 還有這個 聶高順山 再去這邊 其實這個位置都很開陽 四百景很高 這個就是南朗山和海洋公園 我們待會會沿著這個方向走 看看會怎樣下山法 灰灰蒙蒙的天氣 就不放飛機 放上去都沒有什麼看 有些山 旁邊的山景 這些路又開了出來 有些小白花 外面這些 都是這個釣鐘花 不過千萬不要走下去 你不知道草下面有多邪 路邊的那些救你玩 OK 好了 在這裡休息了一會 準備下山了 我就會沿著 繼續直去 或者過了庫峰那邊 才跨回去 淺水灣那邊走 因為地圖上 有些山徑 我好像沒走過 看看路是否開陽 如果開陽 就沿著那邊走 不知道難不難 可能有點難 如果怕難的朋友 最簡單的方法 就沿著這裏下去 一公里上一公里下 看花目標為本就OK 如果想走多一點路 可以沿著衛奕信徑 我們稍後去到這個分岔路 再給大家知道 沿著衛奕信徑 落到陽明山莊的位置 到達 如果不想落到陽明山莊那邊 可以沿著衛奕信徑的液酒方向 去到淺水灣 去到淺水灣 也可以 一路走一路看看 什麼位置 再提提大家 那一路下山 雖然天色是一般 但這個位置的確是很開陽 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觀 既然打了腳的飛機上來了 就飛一轉 izeri اء 似乎 y 好,下山 校婆是守不了,雖然天暗暗 但到最后都放了转飞机 跟月期差不多,灰灰蒙蒙蒙 但这个位置,如果是好天的 都应该是挺好的景色 又可以看到这个王毅冲水塘 看出香港维港的景色 即是在飞机上面 又可以看到大潭水塘那边 放飞机也是相当不错的 好了,我们要下这一段 才接到维亦顺境那边 微微下了,微微上 毕竟都是两个山峰 看那边,树丛中红色了 看见到绿色的小山坡? 中压都要红色,可能镜头未必摸得到 零零零红一点 有一颗很红的地中花 好了,上年经这条路的时间不多 现在仔细看,这段路 即是两个子罗岩山中间的山雅 这段路有很多吊钟 不过还没开 左边刚才也看到一些 有些黑色一点点,不像什么 都挺有趣 哇,还没完 左边,看到吗? 很大棵 即是大棵意思是很茂密 如果可以盛开的时间都很美 右边有一棵 看多了 上年来的时间 不算是开得很棒的日子 今年不知迟一点 会不会有开得很美 好,离开四三陆主流南山 山峰不久 下了一段路 会看到这个牌子 看到这个牌子之后 右边有一条山径 立即去接违奥顺境的方向 我想试试这条 因为看地图上 这条山径是接着一个 没有名的高430的山 那里应该是线路 下一段 可以的就沿着这边下山 不可以的 一会有条小路 可以违奥顺境 试试一下这条路吧 好,描述了路况 先拍着路况 现在微微上斜 但其实高的攀升 不会很高 因为呢 看回地图上面 因为这条山径 其实跟我们左边的 卫顺境 基本上是整水平的 而这里矮一点 都是沿着 在一条等高线里面的范围里 游走 就是可能上上下下 都是二十米海拔之间 那就应该不算太难 所以我就选择了 走一下 试试这条路了 微微右转 那当然 刚才我们在436高度的山 我们下了一个山坳位 再上430 那当然是有上有下 所以现在是要上的 可能 有些观众的心也会想 看吊钟花 看看 游走一来走一些较难的山径 就是 其实我经常叫人自己组合 但有些人可能不懂自己组合 那他可能会照看照走 我只是想目标为本 看吊钟花 你无端的走去走一些较难的山径 那 没办法 我引起 一看到有趣的山径 我就想捐进去 那大家都要学一下 怎样去组织一下自己的路线 就刚才我都交代了 如果要简单的 就是沿路到大潭交易径 就可以了 来回两公里 这些路线 这些路线 都不太难 我给大家看一条 有落那段路的路线 给大家 在画面 让大家看回 最多是这样 OK 继续上 先描述一下 这个开阳位置 前面就是430的山 下面这里 有个跑手 正在跑的 位翼顺径 这条山径 可以继续下去 至于左手边 就是孖江山 不是孖江山 是紫罗兰山的 另一个山峰 位径上面的山峰 OK 我们不沿着这条 都看到前面的山顶 当然上去 GoGoGo 挺开阳 想不到这条山 挺有趣的 430 好 同行的猪队 而这条有点 戒手戒脚 但一小段 镜头一开 已经过了 未上到430的山峰 右手边 已经很清楚 看到蓝朗山那边 上到 应该更加是正的位 上去先 未上到顶之前 让回望镜头看看 这是我们刚才上过的 紫罗兰山顶 另一边 这是 赴峰 这个位置 很可爱 好像一对骆驼的背风 一样 不知道看到吗 在山脚上 很多 微微的 粉红色 那些 真是钓钟花 这棵 这棵未开花 时 各位有点像钓钟花 实际是茶花类的花 既然 既然这个位置 还会看到有钓钟花 其实 隐隐约也看到有些 类似是钓钟树 但不太确定 因为离开花 好了 下面看到个大潭水塘 后面就是刚才经过的 紫罗兰山 到430的顶 大概 应该会有标高处 好了 大概到顶的位置 有棵 淺粉红色的钓钟花 先拍一下路况 给大家看一下 密质质 咦 前面像是密陷了 这个顶位 但是要走 是刚才那条路 稍后再回去 下来这条路 我们继续去吧 刚刚我们上了上面 这个位置 那怎么上去呢 因为很明显那里 那里是高一点 我们上山顶 那边都上去 但谁知道是 首先是会生密了 所以没有路坑进去 所以我们跟上这个位置 就继续走 但这里正小一点 那里是挺密的 好 先拍下路况 微微微微上斜 前辆路 远远远远征 到时候再考虑 直一下再继续 还是远远征 好了 穿过一段 于顶位置 比较密的路段 开始寇闻 一微微向下走 应该过了山顶尺寸的位置 好,先拍一下外面的景观 一直在下斜的时间,看浅水湾方向 当你看到这位置的时间,有分叉路 好像出现了 左边是下位顺境的,右边是山陷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位置 落到紫罗兰山径,落山方向 我们先来开洋的路走,这条应该是下位顺境的路 好了,刚才那个位置不太明显 这个位置才是,现在左边落位顺境 右边才是落到紫罗兰山径,即是浅水湾那边 有条斯带在那边 我们前路,看看,都好像还可以 不如我和朱队也试试走这边 落到紫罗兰山径走 好了,收了咪咪之后,再商议过之后 我决定,都是沿着右边 落到紫罗兰山径的位置 落山 左边,去回未顺境之后 都是要落到紫罗兰山径 软一点的,所以 走这边试试路吧 好,一路走的时候 都要描述给大家听一下 究竟所谓短了,短了多少 这段其实都很平缓 这里落到紫罗兰山径 接到紫罗兰山径 大概是600多米的距离 下降幅度是200不够 咦,还有矮子柱 意外惊喜 这些有历史性的标高柱 标高柱之后,有两边路 左边有一条 右边,即是一镜头前面有一条 我们沿着右边的一条 左边的一条 不知道去哪里 好直下看下去 不要搞错 好了,沿着右边 下山 这边 有点密 但是路背是漂亮的 不是黄黄沉沉的 那些 来回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开阳的景观 和赤柱方向 站起前一点 更加清楚 好,看着开阳位置 之后要小心一点 靠左边 看起来很斜 慢慢走 平衡 平衡 有点密 一条路就是这样 好了 所谓平衡 平衡 出现了平衡 的路段 大概已经走了一半左右 即是300米左右 接到紫若兰山径 看回等高线 平衡很多 这边到300米的距离 都是落到70海拔 好相移的了 看到路况都清晰的 大概距离 紫若兰山径 200米距离 每天我发现一棵吊钟 重点不是吊钟 而是这边分叉路 左边有路 右边有路 但地图上不是靠左边 估计都是接到紫若兰山径 但是左边稳定一点 一来地图是紫若兰山径 二来有丝带 我们继续沿路 左边不久之后 又有分叉路 左边向下走 右边有丝带 跟着中间 右边有丝带 微微上斜一段 刚刚左边的路 都应该是落到紫若兰山径 那为什么左右下到紫若兰山径 又又下到呢 因为刚刚是一个 一个U字 就是我们一落到去的位置 刚刚在U字的最短位置 两边是可以接紫若兰山径 左边就是去浅水弯瓦的方向 其实呢 我们一直这条路程都是沿着山咀落山的 就是说 其实两边都应该是开洋 只不过灌木 就是山色比我们人高 遮住了 那为什么 两边的位置是比我们矮的 所以其实风景是应该OK 灌木遮住了 所以有点低一点 就是山点矮的树的时间 就会见到两边开洋景色 好 来到这里 又开始慢慢向下窝下去的路段 还有83米左右的距离 就落底了 同样也见到一个很开洋的南朗山 在我们的两点中方向 刚刚我所说的开洋位置 刚刚我所说的开洋位置 左边望到浅水弯 还有远一点的南湾 右边望到南洋山 我们直到下去 好了 再看一条 试试正正的山景 我们这边下来 咦 这边有点斜 前面有没有在下呢 小心点啦 猪队友 好 来 拍到这段浮沙碎石 直一点 所以我要帮一下猪队友 好了 落到这个位置 直直的就是这个位置 最主要是浮沙碎石 来回到这里 这段就是紫罗兰山径 那边去呢 就是去浅水湾咬 考虑过之后 我就沿着这个右边 出到黄泥冲水塘那边走 这边说海会软一点 但是走应该会方便一点 所以我们沿着这边走 刚才再详细一点看看地图 这里有条路下来 应该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分支路 地图上面没有显示 OK 刚才看过了 由这里出到黄泥冲道 两公里左右 右边都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好走一点 来回到这里就没有难度 完全是平门山景跑着去的 好 原本就是 再来 走快一点 原本就一心想要和朱队有来 简简单单看看 吊中花就算了 想不到最终都是要玩 一些比较难度的山径 刚才那段山径 我觉得都OK好玩的 那最简单的模式 如果你纯粹是想看花的话 如果在山道上去到4、3、6个山顶 连主风 违契顺境那边的风 都不要过去 原路下来就算是来回2K 如果你想试试刚才那段山径 但又觉得后段密质的 当你看到很开阳 刚才各位看回到 违契顺境的位置 那你就好下回违契顺境了 因为之后 虽然地图显示都有一两个位 好像是可以接回到违契顺境 但实际上在山道上看 是不多角的 因为我也有想过 是经费契顺境远走的 到最终就下回刚才那条路 那段路 途中有一小段密质 接近430山顶的位置 但都是一般人士 都应该可处理得到的 密质的情况 好了 一直沿着这条大概2公里的 引水道山径 出回到黄泥冲道的时间 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如果看钓中花 来到这条路线 今年的第三条 先去大枕盖 接着过了石斯山 然后来到这个 紫洛兰山 最目标为本的 一定是这个 如果你平时没有行山 或者根本上行山 不是你事好 纯粹只是想拍钓中花的话 沿着这个入山位置 黄泥冲水塘 走一公里 就已经有很多花来看 不算太难 看完就沿路下山 那就是最容易的了 相对于大枕盖和石斯山 比较容易 至于路线难 还是不难呢 我经常都说 要尝试自己做自己 刚刚走的路线 最简单的就是沿路上沿路下 如果难些小的 就穿回沿路顺径 沿路顺径下山 我之后走到一条 有点难度 有点趣味性的山径 走开山的朋友 喜欢玩一些有点难度的山径 我觉得应该值得试一下 好了 来回分叉口位置 看看后面的牌 紫萝兰山径 我们刚刚从这里出来 去年我就是在这里进去 这一段是没有花体的 所以要选择沿路上 刚才这边上去 大家一公里左右 就会看到钓中花 那今天的路线 有点难多多取 钓中花 迟多个几星期会更好 今天条片到这里 下条片再见 拜拜